看贝加洗钱案五名检察官呢 在昨天是兵分多路搜索之后 约谈了好几个人 其中之一呢 包括的是元大证券的董事杜立平 那么这位杜立平呢 他已经坦诚了 就是在元大并复华金控的期间 这当中呢 他用这样的一个水果盒 那么里面呢 当然不是装水果 而是装了高达两亿的现金 到官邸来送给吴淑珍 那么检方就认为说 这个杜立平就是帮元大 搬现金进入贝加的一个白手套 另外杜立平也坦诚了 他说吴淑珍要求他 帮他保管七亿多的现金 而且呢 是用一个大皮箱装了这个七亿多 那么涉嫌贬加洗钱案重大 在检方声压之后 杜立平上午以一百万元交保后船 但是限制出境也限制住局 穿着灰色外套戴着墨镜 双手紧握着手铐 元大证券董事杜立平 在检方约谈后遭到声压 结果两个小时的声压停 杜立平以一百万元交保后船 所以还有证实还有带钱进官邸 这个部分杜立平自己本身 有做这方面的陈述 总共几次带多少钱 没有就只有一次 就只有一次 多少钱 两亿 律师转述杜立平坦承 94年间在元大并赴华金之前 带着元大高层 还有两亿元的现金 进入官邸交给吴淑珍 监方认定杜立平扮演 贬家和企业行贿间的白手套 另外杜立平被认定 涉嫌洗钱案重大 原因就在吴淑珍的一通电话 杜立平坦承 洪山君导贬期间 吴淑珍打了电话给他 要他保管东西 和吴淑珍相约 带着几个皮箱到元大 没想到皮箱打开 竟然是白瓜花 7亿多元的现金大钞 而这7亿和扁家海外 7亿巨款来源是否相同 还是扁家巨款又多了7亿元 杜立平的证词 恐怕对扁家洗钱案 再投下一颗震撼蛋 终于新闻许志明 少盘圈SNG小组 还有报道